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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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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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看到了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什么秘密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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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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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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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三更 我肯定是新娘 你们别猜了 你们得好好猜 你们再不猜我 我生气了 我们刚前面说了 这个猜对了有个大惊喜 还在等着那个猜对 那我猜 二号姑娘就是真正的 白马藏族的新娘 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梦中的她 你不要因为她漂亮就是新娘 达达说马不一定新娘 可能赶紧走是新娘 因为我觉得她是 她刚刚把酒喂我了 她意思就是就是新娘 我就是新娘 那你要是按这个方法来说 她把酒倒在你嘴里 她是在暗示我 你救救我吧 我可不跟她 反正我选她了 你选谁 你选定了没 我就选赶紧走的 龙哥选了二号 刚哥选了三号 知道 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 白马藏族新娘呢 一二三之后请向前一步 一二 二三 我没骗 刚刚你猜对了 幸亏你选对了 为什么呀 所以站在我身边 我须着她才没有理我 你是故意的是吧 我是故意的 我恭喜刘刚获胜 然后我看你们白马藏族头上 都带着这个白色的羽毛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们这个羽毛呢 未婚的差三根 已婚的差两根 她是今天已婚 所以两根 所以我就想觉得 你真的是挺幸福的 我还未婚 她未婚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我也没怎么结过婚 你也没怎么结过 没怎么结过婚 我想再做的 都没怎么结过婚 大王刚才你说的 谁选对了 有大奖啊 对 有一个大奖 这个我来等我们 这个白马藏族新娘 来说一说吧 大奖的时候 都肯定有很大妈妈 很神秘 所以你要闭上你的小眼睛 等等等 我这有个眼罩 闭上眼睛就是真神秘 现在是激动吗 激动吗 刘刚 大奖 大奖 来了 来 谢谢 谢谢 为什么最后还有个男人的手 这才是写熊猫问世 不对 熊猫只是眼飞 这不是熊猫 把猫气掉 这是熊猫 到底怎么了 来给你拍张照片 看一看 那你看一看 你自己现在变什么样子了 我自己有 你们的不好看 我觉得有必要来给刚刚解释一下 在我们白马来说 男孩喜欢女孩 他会摸帽子 和摘这个羽毛 就是我们女孩为了表达对男孩的爱意和喜欢 就是会摸你黑 摸你黑 摸的越多就是对你的爱越深 今天不行 今天因为她是我的娘家人 他们都是只是给你送祝福 你不要想多了 我知道 只要这么说 我摸的还不够 还不够 你下去再摸点 好不好 来掌声 欢迎 欢迎 你的面积太大了 他们的手不够用 下去再摸点 再摸点 再摸一点 刘刚和傅玉龙都争心恐后的 想要当白马丧族的新郎 可是你们知道吗 在白马丧族的婚礼上 赵母娘可是要哭的 今天就让准赵母娘 给大家展示一下 白马丧族的 无价风俗 这就是我们三号的母亲 也是我们二号的母亲 因为他们俩是亲姐妹 比如她现在成为新娘了 要出嫁 您给我们演示演示 那个哭架歌怎么来唱 我这就是我们三号的母亲 我这就是我最小子的 阿姨的两个女儿不仅特别会唱 阿姨还有一个儿子 就他们的哥哥也特别会唱 三个人还组了一个组合 对不对 叫什么 白马人组合 白马人组合 来 邀请 这个组合叫白马人组合 那要带给我们一首什么歌曲呢 欢迎你到白马来 白马人组合 欢迎你到欢迎你 远方的客人 白马人组合 欢迎你到欢迎你 白马在是一个童话世界 欢迎你啊 欢迎你 远方的客人 白马在 欢迎你 多有几天 哦 张欣修 说到白马藏族人 就不能不提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个主题 大熊猫 白马藏族人和大熊猫的渊源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部熊猫力剪记 让国人第一次通过大屏幕看到了大熊猫的可爱 而这部电影里也出现了白马藏族人保护大熊猫的情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马藏族人的山寨 去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很好 客戈 两个 快 democrats 他喝醉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進站了 可以邀請你進我們的山站 師長,那個戴著面具 告訴那個是什麼? 朝鮮 朝鮮 鞋,驅呆的音 就表示吉祥的意思 這種圍成一圈舞蹈是白馬喪蘇獨有的一種舞蹈 叫做圓圓舞 是不是很形象呢? 據說只有在迎接最尊貴的客人時 白馬人才會跳起這種舞蹈 除了隆重的迎賓儀式 白馬喪蘇獨還有獨特的經濟項目 等待著主持人 而我們的主持人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體驗了 不會是要拿這個兩個人對打吧 這個是一種拔河的項目 遊戲規則 比賽雙方面對面坐在地上 腳掌相對 雙手共同握住木棍 比賽開始後 用力往後拉 將對方拉起 離開地面者獲勝 白馬喪蘇獨自古就是一個叫勇善戰的民族 今天主持人所體驗的遊戲 就是白馬人慶祝戰鬥勝利的一種經濟項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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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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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哥 你不行看我了吧 對 看我來 就看你了 好 兄妹 誰敢挑戰我 勝利 勝利 什麼 這實力選數也太大了吧 大王 切心切珍惜呀 這哪裡是拔河呀 大姐你簡直是在做健身頭啊 除了多姆特 白馬人還有一種更為刺激的拔河項目 蓋河 蓋河做什麼 哦 這是我們白馬的腰帶 我們選白馬王子 還有選新郎 也選白馬王子 這種方式來選 進擊方式來選 所以就是我們白馬來說 有力量的男子 是非常強的 最勇猛的 最勇猛的 你還可以 做白馬王子 我聽人說 第二人我贏回來 遊戲規則 用紅腰帶 將三名比賽選手拴在一起 形成一個三角形 比賽開始後 率先摘得 前方白馬姑娘 手中白一毛的一方獲勝 這地遊戲的特點在於 無論一方多強或多弱 都會被另外兩方平均掉 想贏的比賽 必須要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和技巧哦 那麼劉鋼這輪能否一穴牆斥呢 劉鋼 劉鋼你這可是省之不武啊 好 能歌善舞的白馬喪俗 熱情不遜於任何民族 今天我們多才多業者 就要挑戰一下 像我們小數民族都能歌善舞吧 今天必須要比拼一下 猪了的就發酒 我们这些主持人都是能歌善舞的 唱歌 没问题 不会对你们这么多人吧 我们也得找点自己的 你看你们刚才这么久的相处之下 能不能把我们打过去 这个吧 王子 他是我们刚才赢过的一把的白马王子 游戏规则 两队进行山歌接龙比赛 三秒钟接不上来的一方 把酒三杯 三秒钟接不上来的一方 一到白马上再来 雅拉丁 雅拉丁 大王 你可是夸下海口的 这下显眼了吧 刚跟我喝不了酒 不是 你喝不了以后就别出来唱行吗 我跳得太投入了 白马人自酿的风一酒 虽然喝起来甜香双口 但喝多了也是会醉的哟 要喝几杯啊 男三杯 女三杯 刚刚你喝完三杯 帮我喝三杯 主持人可不要喝醉呀 等会还要主持节目呢 我喝三杯 你帮我再喝两杯 我喝两杯 你都表示啊 这点啊 我是白马王子 我的手好看啊 亲一个 亲一个你帮我喝一杯 亲一个 亲一个 好浪漫 你亲他 热情好客的白马人 可是歌声不断 酒不能停的 柳杠大王 你们还回得来吗 太棒了 我跟你讲 我们俩特别幸福 为什么 我们刚刚从他们 白马山寨回来 幸福归幸福 其实我们这儿的 很多农民朋友 都非常的幸福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 农民 真出彩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找到的 这组牛人啊 是真的非常具有 我们评伍 当地传奇色彩的 这么一对牛人 我们掌声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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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不游 的确很游 关键这是一群牛人啊 对 这个舞蹈应该算是什么 肚皮舞 爱极肚皮舞 那你们是专业的 舞蹈演员挑肚皮舞吗 我是专门学过 学过肚皮舞 然后带回到我们家乡 然后我想让就是说 把在我们脑家 把这肚皮舞 这种舞蹈推广出来 然后所有人都喜欢 这种舞蹈嘛 好 我想问一问啊 这个跳肚皮舞 嗯 它有什么基本的一些要求吗 啊 有的 其实跳肚皮舞 要求还蛮高的 嗯 肚皮舞 它其实运动的地方 都是我们平时 不经常运动的地方 比如说 像我们的胯呀 嗯 胖背呀 嗯 胸椎 对不对 对一块 而且他讲究就是 一个地方动 其他地方都不能动 就是通俗欲动 难就难在这了 然后刚才我在后面 看你那某个步一动 别的都不动 我说 哎呀 他那块好像是进完了 看着我们这位 这位在跳的时候 心里在想 既然他都能跳 那刚哥是不是也能跳 刘老师 他跳肚皮舞 他有先天的优势 好 你看人家这肚子怎么长 嗯 不是 那我跟你说 你还真别小看肚子 嗯 跳肚皮舞 没有肚子 跳不好看 对对 没错 肚皮舞就是要有 有这种 呼拉圈的感觉 是吧 有没有哪个观众 上来跳一跳 哎呦 哎呦 这个大姐 特别主动 好好好 你你跳得来吗 好 我们来 请教练 来 左边 前 右 后 转一个圈 然后上栏 来 胸 左边 前 右边 后 转一个圈 下去 姐 一个圈 下 姐 姐 你别跳了 我跟你拿呢 哪儿呀 你说 前 后 前 后 前 快 快 快 走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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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大姐晃了 前 后 转圈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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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晃 胃都快晃出来了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非常舒服啊 跳舞啊 爽不爽 他说跳舞非常舒服 我们建议这位特别开朗的大姐 希望您把这个肚皮舞天天坚持跳下去 好不好 行行行 谢谢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这么的出彩的几位朋友 谢谢他们 谢谢 今天热闹吧 太热闹了 但是我今天我有点看不起你龙哥 我觉得像我们今天之前跳舞啊 熊猫舞什么的 他也不来 你看刚刚满身的汗 你每个都不来 你说你弄什么了 对啊 我告诉你 我昨天到这边早晨散步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小伙子在那玩魔方呢 但是呢 我发现那小伙子他玩魔方与众不通 让你眼花缭乱 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我跟他聊天 我说 哎哥们 你是咱们这个平舞的吗 是吗 他说我不是 我说你干嘛来的 他说我旅游来了 旅游 我说你哪儿的人啊 他说我河北的 哎呦 哎呦 老乡 太老乡了 来朋友掌声 邀请我河北小老乡 你就是他那个老乡啊 是真的河北人吗 是 我是河北西家庄人 叫张立东 今年28岁 尤月峰 直接带出自己未婚 是个工人仓库管理员 魔方 刘刚刚才吹牛 他说魔方 我从开仓库的时候就玩 是啊 你现在你把魔方打乱 你打乱 这个 要多乱有多乱 啊 不是 不是打乱 不是打乱 我打的顺域打乱 随便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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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乱点 再乱点 行 不行 不够乱 停 停 兄弟 你告诉大家 你预测一下 你要用多长时间 能把它 恢复到 应该是20秒左右吧 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是吧 我在家试过 我得弄两天 预备 计时 开始 哇 看他的手 到底用什么办法 看他的手 哇哇哇 前面的朋友看得很辛苦 不快 哇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你根本无法想象 他的手法会如此迅速 想都不用想 他手都快飞起来了 哇 哇塞 哇 我没停住 你就是没停住 现在多少秒 现在是21秒88 我看了那个时间 应该是18秒多 刚才这魔方 是不是魔力很强 还挺好的 你就这一个 实际上玩魔方的人多了去了 早晨我碰到我小老乡的时候 他就自己 在那练足球呢 练足球 我说这是要干什么 要参加世界杯吗 他说不是 世界杯 他们会踢的 我会踢 他们不会踢的 我还会踢 首先呢 我小老乡 这个先给大家表演一个拍球 谁不会拍球 刚哥 演示一遍 拍的好不好 停 你要看一看 我小老乡 他用脚掌 你刚刚前脚掌不算 好吗 前脚掌不是脚吗 来 小老乡 用脚怎么可能拍球啊 用脚掌可以拍球啊 好吗 我来试 好 你来试试 接下来我们将现场来见证 著名主持人刘刚 用后脚掌拍球 你拍起来 你现在把他甩起来再拍 你这是点球 我就告诉你们 这对于我小老乡 小张来说 只是热热身而已 运动一下脚掌 还有更绝的 玩会把杂技跟足球结合到一块 足球和杂技 我们多说不易 现场一展示 就让你目瞪口呆 说实话 职业的职业运动员都能做得到 是吗 那我就给你来一个连职业运动员都望尘莫及的 来上电子 来秘书快点 好的先生 来了 来 我要跟大家报个料 今年呢在中央电视台春晚的现场上 有一个叫小采集的 一转转了四个多小时 如果今天现场涨声热烈的话 他能登到明年这个时候 这只是练练 因为没人鼓掌 所以掉呢 好 他在这登上 我们继续下一环节 不是 不是 我是想说 国家队看到这样的技术 真的得掉头就走 好的 好 好不好 我必须要试一下 我感受一下到底有多难 其实也不难 来 好 来秘书帮拿一下球 好的 哎呦 哇 老乡 咱这个表演到此结束了 还是还有更绝的 因为我 还可以坐着踢足球 来 坐着踢足球啊 朋友们 越来越难了 喂 哇 耶 哇 哇 哎呦 呀 交叉着走 哎呦 哇 嘿 咱就说 刚才这几招绝不绝 绝是挺绝的 但对足球没什么贡献 来掌声给他祝福 我们三个既然到咱们这个平舞来了 我们穿上圣装 然后呢 走个秀 因为我们穿着圣装 跟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这个好人 好人 是有关系的 有着密切的关系 来 好吧 我们先换一下衣服 枪组的副市场最显眼的就是这些漂亮刺绣 这可都是枪组姑娘们自己一针一线秀出来的 在枪组 秀花是每个女孩必备的技能 据说枪组男人在相亲的时候 第一条就要求女孩要会秀花 枪绣中最常见的手法就是挑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字秀 在枪组姑娘们会把花鸟鱼虫飞行走兽 吉祥祝福等等秀在衣服和鞋子上 这些字秀不仅让衣服变得更漂亮 而且变得更耐磨 增长了使用的寿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主持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枪绣故事呢 本来我觉得我们两个男人走秀嘛 走的男人一点 对啊 他女人一点 结果发现是一场三个男人的秀 还发现了 大家将就看吧 看的主要不是这三个模特 主要是这三个模特身上的这么漂亮的衣服服装 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盛装这是哪个民族的 人靠衣装马靠安 这是应该是枪族的 枪族的服饰 我们这么漂亮的服装到底设计师是谁呢 她叫沈燕燕 是平武县牛飞村家喻户享的枪绣传承人 今年41岁 自1999年国营嫁港到现在15年的时间里 这位外表看起来柔弱的女人 却做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情 她有许多个称呼 沈总 沈老师 沈姐姐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名字背后一个个令人温暖的 励志的故事 最初下岗以后 为了生活 她做过茶叶生意 可是出入市场 就被人骗走了钱和货 后来她开始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遍葬服务 并安置了20多名下岗工人 温家宝总理 曾亲自为她颁发全国在就业优秀个人奖 为了帮助更多的下岗工人 2005年 沈艳艳开办了川妹子家政服务公司 先后帮助和培训了上千位四川姐妹出去赚钱 打造了川妹子家政服务品牌 但是沈艳艳并没有就此停步 她做出了一个让人们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 她回到家乡 投入了自己当时的全部身家 一千三百多万元 建立了枪秀园 并免费办起了枪秀推训班 沈艳艳艺 我们这衣服是你们俩谁弄的呀 她身上是她自己绣的 我身上是我自己绣的 然后我们身上呢 是别人绣的 你们是昌秀的绣娘绣人 就是 绣娘绣好厉害 那我们来讨好一下他们 咱们兄弟两人合体了 那秀 娘 你让我说一二三 我一听你喊秀了 我就把后面字喊 好那再来一遍 一二三秀 娘 你还要在吗 太快了 据听说啊 你们还这个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叫什么枪秀园 对我们在牛飞村建了一个 牛飞枪秀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干嘛非要建这样一个 这些枪秀园呢 那是话说来就是在2008年的 5月12号地震到了我们这个平武县 然后我们的枪组的飞移的传承人 比如说枪笔枪秀这类似的传承人 在这次地震中遇到了非常之多 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 我的这种感觉 然后去带动人们 带动我们枪组的妇女们 能够走出她的地震的阴影 几年了建成了 应该是将近五年时间 总共现在绣娘是多少人 嗯 现在绣娘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 两千多 那这个现在一年的效益怎么样 嗯 有很多绣娘要是手快的话 每个月能挣到一千八左右 朱大姐是 嗯 是他们是你们这里的吗 嗯 朱红是我在2009年 就是碰到的一个绣娘 她是非常优秀的 她是让我感动的一个绣娘 是 沈艳艳的枪绣员 不仅为山里的女人们 带来了工作和收入 也为她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朱开红 就是在这个枪绣员里 收获了第二次人生 2008年 朱开红年仅六岁的女儿 在汶川地震中驱逝 在外打工的朱开红 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 深深的自责 让她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们从小的人是 以前还是比较活泼 看到的 回来都看到的人都不像他人样 他自己都有相似是 那种心都有 但是提不起精神 看每个人那种 眼神都好 那种会痛不肥的感觉 我们在她面前 根本不敢提她的女儿 现在 不包括现在 就在这时 沈艳艳将朱开红带进了枪绣员 朱开红年仅六岁的手 特色短头发 没得现在这个精神灭红了 他那个时候 手的嘴就是多精了 他们说 沈老师 你把垃圾卖我 他简直是属于精神 很不正常的人了 哦 我心里压了想起 我必须要把它拿出来 击一次 他说我不来行 然后就这么口气 第二天喊他 哎呀 我从哪里没拿个针 没拿过去 第三天 我说你来嘛 你拿去 你只要干垃圾 你把针拿到手上 也不肿 我就就一天 有一天你就这么圈 我不能圈 几天 我说来来修嘛 我就孤导地把针 往他手上伤 然后我就叫他 一针一针修 现在精神绵毛很好 如今 笑容又一次 回到了朱开红的脸上 而枪绣员里 这些枪组的妈妈 也不需要再离开家乡 四处奔波 沈艳艳用努力和信念 为枪组姐妹们 建了一个爱的家园 咱们这个枪绣员也建成了 也带领这些姐妹们 共同地来走上了一条 致富的道路 现在您还有什么目标 我对枪绣保护和传承 做了我们的 屏幕的枪绣的产业规划 我们就希望通过对农业 对旅游 对民主文化 做这么相容的一个产业 希望我们的绣粮 能够在吊架楼上绣花 计划在2017年 能够让我们的绣粮 能达到10万到15万的收益 虽然大姐是个很普通的大姐 但是呢 她能够真的设身处地的 为咱们家乡的这些姐妹们 为她们的生活着想 我觉得真的是 用爱来抚平创伤 咱们沈总不仅是一个智护牛人 而且她的确也是我们的乡村好人 我想再介绍一个今天和我已经过来的姐姐 当时我在2009年 那个时候去交枪秀的时候 她让我非常感动 我看见她只有一只手在秀 她的手没有了 这只手 然后有请 大姐来来请 她今天也带来了一副枪秀 也带来了一副枪秀 是一个可爱的熊猫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大熊猫 大姐 为什么当初要和沈总 要上她的那个培训班 要学习这个枪秀呢 我在以前都有点羡慕这个瓷熊 然后呢 就正好说培训就去了 那您有想过吗 自己可能不太方便 我还是要和真实的一样 人家人中国也来做这个 看我们大姐的这种乐观 我觉得是一种意念 意志 对对对 好 那今天呢 除了我们大姐的 刚刚她的这幅作品 今天的现场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几幅 你们的枪秀作品 请我们的秀娘 把枪秀 这么多秀娘 这么多娘 这个男孩也叫秀娘吗 这是我的爱人 这叫爱人 我知道了 这叫秀恩爱 这幅枪秀是送给我们乡村大世界的 当你们来到我们枪秀园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们加班加点秀了这幅枪秀 你看这熊猫 什么大熊 这边有中华国宝图 发现没有 在太阳光下一照之后 这个毛都是亮的 对 没错 那么这次来平武了 跟大熊猫亲密接触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 刘刚和大王主动的到外面走一走 没准还能发现野生大熊猫 我们有计划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野生大熊猫 然后拍下影像 给全国的观众看 都知道 这位四川有很多大熊猫 让我作为一个四川人 我说实话 我就在很小的时候 记得去动物园看我一次大熊猫 还特别远 不会吧 就印象特别模糊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 就是亲眼看一看 近距离看一看野生大熊猫 我就是想给我儿子做个榜样 明白吗 不太懂 就是要告诉他 你要是喜欢哪样东西 你就要去探寻它 而不是听别人说 看别人拍的 就你必须要亲自来一下 亲自去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 通过一些向导 我们找到熊猫的脚印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足迹 去探寻熊猫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 是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 也是拥有野生大熊猫 数量最多的原始森林 那么我们的主持人 今天能否找到野生大熊猫呢 让我们一起探索吧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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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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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冰冰好 李冰好 你好 你好 这个地方是位于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这个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那个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熊猫的栖息地里了 熊猫就在我们附近 说明你今天有只熊猫就在前方赶着带我们 看运气好不好 对不对 野生大熊猫是很难见到的 陈又平教授研究大熊猫一生 也只见过四次野生大熊猫 那么野生大熊猫的具体数量 观众朋友们知道这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吗 答案稍后揭晓 因为地处高海拔保护区内常年积雪 积雪最浅的地方能没过脚腕 而深的地方几乎能没过膝盖 一般人在没有向导的陪同和辅助下 是不能够独自进入保护区的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加油 GPS定位吗 对 这为什么 基本上就是靠它这个GPS系统里面24颗卫星嘛 然后只要能到三颗就可以准确的定出来它的这个GPS的位置 还有它的海拔 现在海拔是2799米 高科技 由于原始森林里并没有路 我们只能踩着小溪上面厚厚的积雪前进 一不留神就会踩到水里 因为海拔高 现成的气温在15度左右的时候 保护区内的温度近在0度左右 如果不小心踩到水里 那么结很快就会结冰 就在主持人面临崩溃的边缘时 我们有了一个让人无比兴奋的发现 我们在地上发现一连串奇怪的运气 难道是 这叫熊猫的脚印 哦 它也在往上面走了 这是脚印 除了大熊猫的脚印 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线索 这是熊猫的爸爸 这是熊猫的爸爸 这能拿吗 能拿你看 有味道吗 它是竹子 竹子 而且熊猫这个第六指 就是它是熊里面唯一有对卧能力的 其他的熊就只能这样拍 对 但是它不能握东西 握东西 每一个大熊猫粪便 都有一个唯一的DNA数据 通过这个数据 专家们就能够准确地计算出 这一地带大熊猫的数量 已经发现了大熊猫的脚印和粪便 大熊猫是否就在附近呢 让我们继续探索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熊猫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地方了 西西地 一般我们都会在这些通道上 放红外相机来拍它在座上 那陈老师 明明你们就给我们一个红外相机 你陪我们也来蹲点呢 这有冬 实际上我们身上的那个味很大的 熊猫是人也多 汗味 可能我们在 但是熊猫是知道我们一身的汗 如果人多了以后 会那个汗味很浓的 熊猫它就会避开这条道路 我们不一定能看到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按上两个眼 有红外相机应该就能看到 其实没一台红外相机固定后 都会连续拍摄一年 寻生员每隔几周会换一回电池 相机可以就加在那个四个后面 我们人跟相机在一起 对吧 对 那你带 你跟我们在那 好吧 没问题 那早点 我们就上去 走走走 你挖猛了 我在弄呢 小心 小心 您不是说摆树就行吗 摆活树 别摆死树 你们先上 抓住我的手 上 上 抓住的 等下 后手别过来 走 走 妈 妈 这糊子是 去去去去 熊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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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沒有很快 就這個 動得很慢 老大這個地方不能動 他們也不來接我們 他們不會忘了還有兩個人在山上嗎 腳都動爛了 我說實話 我腿都慢了 一定要 再點慢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咱們真的走了 好不好 現在就走吧 我得起來 我得起來 動一動我得飛 好 教練嗎 再晚 再晚咱們不下山再晚 可能下不去吧 天黑了嗎 算了 等手上去走人嗎 真的走了 天黑了還不走下不上山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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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不能再山上過夜了 啊 啊 有發現了 有發現了 有了嗎 陳老師說有發現了 啊 都拍到了 我還想你把 我就說剛才有動靜嗎 好好好 好好好 讓開 讓開 老師在哪兒啊 你看 剛才那個熊猫 從這兒 上山了 我們躲的位置不對 我們躲那邊去 對 剛剛我們聽那個動靜 肯定就是 應該是這邊的 錯過了 好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 有兩台紅啊 相機拍的東西 相機也會拍到的 對 相機也會拍到的 我們來看 我張去 我們來看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成果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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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有了 你看 他頭沒了 你看到沒有 怎麼不動啊 喝水呢 沒有開忙 你看他在看 他在看這張頭 他不知道什麼東西 是不是 開心開心開心 實際上 野生大熊猫的畫面 一年才可能拍到幾秒鐘 而我們的專家 正是通過這短短的幾秒鐘 來了解野生大熊猫的生活習性 可見這些視頻的珍貴性 有了 怎麼樣 咱們屏舞美不美 真的很美 太帥了 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想跟我們的 國寶大熊猫親密接觸 來屏舞吧 想踩到熊猫的屎爸爸嗎 來屏舞吧 想聞到熊猫爸爸的味道嗎 來找劉剛吧 哈哈哈 你只要在微信上 關注我們這個 微屏舞 那你什麼時候 到我們屏舞 各大旅遊景區 來旅遊 都會 打八折 好了 朋友們 如果呢 有想了解我們節目更多內容 請關注我們的官方網站 農事網 以及農事網的官方 微博微信 移動客戶端 以及央視網查詢瀏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將伴隨著非常非常優美的一首歌伴舞 來結束我們今天的錄製 這首歌呢 名字就是 民物事故大江蘭 演唱出來一首歌 《小杉莫子》 《小杉莫子》 接受建设新疆软弱 接受建设新疆软弱